这个味道是很清淡的 对 非常清淡 接下来呢 最后呢 把这个胡萝卜跟这个芹菜呢 加进面糊里面 接着搅拌 给它搅拌均匀完以后呢 那就可以煎了 这个胡萝卜煎饼的这个 这个糊已经拌好了 就是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这种锡 其实还是挺稠的 挺稠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开火了 开火了 锅呢 给它稍微加热完以后 这个 前面是要先干锅加热这样子 对对对 干锅加热 然后呢 把这个油的下锅 这对于做煎饼来说 都特别重要 对 因为这个待会儿 面糊倒进去的之后 你就不能说 你马上去翻它 对 所以下面那个锅 油呢 锅底的要平 一定要是不粘的 这样子会比较好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 这个壶下锅 下锅完以后呢 用筷子给它摊平 好 然后这个煎这个萝卜饼的话呢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煎的时候 就是要把那个姜呢 给它摊平 摊平完以后呢 让它煎 煎到这个面上 表面凝固以后 然后换一面 然后煎到这种颜色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你不能说 因为你技术好 你不停地翻 对对对 那个很忌讳 对对对 如果只是摊一个饼 里面没有蔬菜 那没问题 我们里面加了有蔬菜 你一直翻 像萝卜它的那种棱角多 就会把饼的造型给破坏掉 对对对 翻两次够了 够了够了 然后现在这样子 这个就煎好了 谢谢 然后把它装起来 好 今天我们煎的这个萝卜饼 其实还算是比较厚一点 比较厚的 对对对 是跟它那个饼底的 那个稠度有关系吗 那个就是这个萝卜姜的话 然后你那个如果调 就是你想吃薄一点 嫩一点的那种的 那个胡萝卜饼的话 那你呢 可以调这个糊的时候 多加一些水 调得细一点 调得细一些 对 然后呢 这个姜呢 倒在锅里面完以后 它会自然地散开 不一样的就是口感上 略微有些不一样 那今天请我老师 推荐的这款 胡萝卜煎饼 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 这会儿带着您 再来回顾一遍 家常版小煎饼 不仅给你饱足感 还有很好的食疗效果哦 今天的好推荐 胡萝卜煎饼 胡萝卜煎饼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鸡蛋 胡萝卜 芹菜 面粉和生粉 调料是鸡汁和盐 来看看这样的家常美味 是怎么做的吧 胡萝卜切成丝 芹菜切成末备用 取两个鸡蛋打散 加入三勺面粉和一勺的生粉 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点食用油和清水搅拌 在面糊中加入胡萝卜丝 和所有调料搅拌均匀备用 热锅热油 下入面糊 煎出饼状即可 健康小提示 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可刺激皮肤的新陈代谢 增进血液循环 此外 它还有降压 强新作用 是高血压 冠心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好怎么样 做法是不是超简单 其实越是家常的菜肴 你做起来 更是要用心一点 说起来这么一小片 大概要多少钱 这一小片 大概一块多就够了吧 今天我们办的那个糊 也不贵 也就是三块钱 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 这样一道非常健康的 小煎饼了 加了这个胡萝卜的 小煎饼味道非常的好 你也可以试试看 好 节目最后呢 要特别感谢 盛州食用油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要谢谢行文老师的光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祝您好胃口 拜拜 明天的家常小菜推荐 春夏季节里 两种美好食材 完美的混搭 不可错过明天的美味